妳要去動亂 妳喜歡小孩 妳懷疑啊 所以妳是質疑我當媽的能力喔 哇 我哪敢啊 妳一副就很... 那種...樣子 什麼樣子 就好像除了生孩子需要靠男人 剩下什麼都難不倒妳 就是很厲害的樣子啦 現在醫學這麼發達 我自己好像也可以生孩子 妳自己怎麼生 就算妳去動卵 生孩子還要靠男人吧 錯 卵子需要的是精子 不需要男人 妳所謂需要男人是透過性關係 現在國外呢 可以合法得到受贈精子 不需透過性關係 哇 以為男人在妳心目中 只剩下捐精的功能 也太慘了吧 對一個想當媽媽 卻沒有對象的人來說 是一種實現夢想吧 但是沒有對象幹嘛要生 我還是覺得 小孩子要在兩個相愛的人 組成的相愛的家庭下 這樣對小孩子比較好 妳的前提是愛還是家 如果是愛 一個有經濟能力又充滿愛的女人 為什麼不能獨自撫養小孩 如果妳的前提是家 現在這個世界多元成家 為什麼不能被接受 但小孩只有媽媽沒有爸爸 這樣不是很可憐 妳沒有聽過喪偶是孕兒啊 沒有 一個不称職的爸爸 還不如只有媽媽 我真的不懂耶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國家 都還是規定 沒有婚姻就不能受贈親子 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呢 一個離婚的女人 變成單親媽媽 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是一個女人沒有婚姻關係 想要獨自懷孕成為媽媽 卻是不合法的 我真的不懂耶 我也不懂啊 可是生命不就是順其自然嗎 有小孩有小孩的人生 沒小孩有沒小孩的人生 有孩子不見得比較幸福 是 沒孩子也不見得比較悲劇啊 是 還是說妳想要養兒放老 我沒有一定要有小孩 女人最強大的靠山 不是婚姻也不是男人 更不是小孩 是我自己 那我們剛才在爭什麼 你不覺得每一個人 應該有自己人生的自主權嗎 子宮長在我的身上 我承受每個月的驚痛 每個月的辛苦 應該要由我來決定要不要生 未來我要當媽媽 或者是我不當媽媽 都是要由我來做決定的啊 不是年紀催著我要不要生 或者是愛情 或者是有沒有對象 來吹著我要不要生吧 這我認同 自由意志啊 本來就應該由你來選擇 我們終於打成公司了 但是 因為我是自然派的啊 我覺得生命 隨遇而安 不搶求 這樣不是很好 你真的是無大志 也太消極了吧 我們每個人都是透過努力 來爭取更多的選擇權 選擇你的生活 選擇自己的工作 選擇自己的未來啊 那你不覺得就是有這種 太多人為的選擇權 還有太先進的醫療科技 有打亂自然生命的節奏嗎 那自然是什麼 是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嗎 此心動物負責生育 雄心動物負責狩獵 你覺得現在的我們 還可以回顧到過去嗎 我們回不去了 現在的男人跟女人 同樣可以在職場上 表現得很亮眼 可是女人卻要背負著 生育時間的壓力 男人就算因為工作 延遲了婚姻 還是可以在婚姻市場上 顯得很吃香啊 可是女人不是 女人卻要開始擔心 要不要生 能不能嫁得出去 這也太不公平了 這我倒覺得你沒什麼問題啊 你跟周一是不是挺有譜的 哥 我不碰結婚的男人 原來啊 原來什麼 原來你失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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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